请问 谁和谁结婚 缘分真的是注定的吗 确实是 你和谁结婚 早已是命中注定 上天自有安排 来听听这个故事 你就全都了解了 说在唐朝初年啊 有个年轻人叫韦顾 出身豪闷 二十好几了 依然没有娶妻 说有一天他的朋友啊 就给他介绍了当地的大财主家 潘福家的千金啊 这让他兴奋不已 结果呀 当晚就给失眠了 既然睡不着 那就出去溜达溜达吧 在经过一座寺庙门口的时候啊 他就看到了一位赫发童颜的老者 就坐在了那个台阶上 在皎洁的月光下翻看着一本书 韦顾啊 就凑上前去 看了几眼 发现是一个字都不认识 这韦顾就觉得有点奇怪 就问老者 这是什么书呀 我怎么一个字都不认识啊 老人家微微一笑 你当然不认得 这可不是人间的书啊 这上面写的是凡界男男女女的名字 是一本姻缘部 从小孩子一出生 我就把他们的名字呀 给记录在了上面 将来谁和谁结婚 这里面呢 早已经安排好了 看 已经用红绳连在了一起 韦顾一听 急忙问道 我明天就要去相亲了 你快帮我看一看 这潘家的千金小姐是不是我未来的妻子呢 老者翻了翻书 抬头说道 这潘家小姐和你无缘 你的妻子呢 是城南市场那个卖菜的阿婆的女儿 今年才三岁 你十三年之后才能够娶她 韦顾听后 心里那是个不爽 这老头子也太不会讲话了 我明天就要去相亲了 竟说这潘家小姐和我无缘 我已经老大不小了 还要再等十三年 这怎么可能呢 韦顾愤然离去 果不出其然呀 这第二天呢 他连潘家的大门都没给进去 管家站在门口说道 我家小姐身体不适 改天再说吧 韦顾一听 就知道对方在找借口 这门婚事啊 自然也就黄了 这时呢 他忽然想起 昨晚那个老者对自己所说的话 就决定去菜市场看个究竟 哎 你猜怎么着 还真有一个卖菜的妇人 旁边站着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这时的韦顾非常生气 我怎么能再等上十三年才结婚呢 而且还是个穷苦人家的女儿 这也门不当 户不对呀 于是他就安排了手下 想办法让这个小女孩给消失掉 韦顾这是想要逆天改命呀 说时光飞逝 岁月如梭 转眼哪 一十三年过去了 韦顾是兜兜转转 还是经过了十三年才结婚 洞房花竹夜 他掀开妻子的盖头 妻子是年方二八 美丽动人 就是这梅雨间有一道明显的伤疤呀 韦顾觉得好奇 就问妻子 你这梅雨间是怎么回事啊 妻子说 十三年前 保姆陈氏带着我在菜市场卖菜 有一个歹徒呀 竟无缘无故的拔剑向我辞来 还好我的命大 就留下来这道伤疤 此时的韦顾啊 那是心如明镜啊 原来真的是 命中注定 上天早已安排 这世间的因缘呢 是冥冥之中自由定数 钱是欠你的人 今是来还你 钱是你欠的人 今是折磨你 离开你的人 是缘分浅的人 长久陪伴你的人 是缘分深的人 你都要坦然的去接受啊 Born for EDM